欢迎订阅,我是阿凯 我有一个很沉重的事情要跟你们讲 很大无疑的一件事情 我刚刚上传了一个影片 然后是没有收到台后的任何一个通知的警告 然后我的户口是完全被ban的 重点是影片是private的,我是没有公开的 如果在影片中我有错误或者是不归当的行为这样 起码也要给我一个提示吧 或者是警告 平台你现在这样子直接ban我 我正觉得很无语 然后也很无助 很多时候我们创作者也不知道平台的限制 还有一些他的规定是什么 起码也给我们一点提示 或者是 一些 该有的规定 一向来拍摄影片,我都是做我自己 我做我真实的自己,我没有遮遮掩掩 然后那种躲躲长长的 可能是影片中我很多次爆出 或者是行为不当 有一些行为不雅的话 也没有到 那么严重 导致我被封号 而且平台现在那么多限定 我们创作者 很难去发挥,也做不了自己 甚至于 不懂该怎么去创作 这个频道 我一向来都很用心去做全心全意的投入 在每个影片 我现在也非常的难过 也感到很心寒 为什么 封了我这个号 完全在 无任何通知下 而警告 直接封号 ban 掉 来做YouTube之前 其实我已经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 我把我之前的稳定工作 高工资的工钱 辞掉 然后全心全力的来到YouTube这个平台 成为一个创作者 现在户口被ban 掉 之前我的努力呀 和一些 想要做好的题材 给大家的 都完全没了 之前看我影片的朋友们的网友们 你们都知道我是 没有散播负能量 都是一个很正能量的人 我现在也不想带一些负能量给大家 我会尽量的尝试 去上述 拿回我的这个户口 如果这个户口拿不回的话 这个影片 将就会在我小号看见 然后等下那些 申诉的那些 画面啊 什么去拿回户口 我就会继续拍下去 拜拜 我问他什么 为什么要Blog我 这个你不用问了啊 因为你就是 Sexual Content Private的哦 Private也是不可以的 这样我之前可以中什么 我都没有拍过色情的东西 难道我太为主 现在我们是在申诉着 然后看能不能把握 我的户口拿回来 因为我之前 你们看过这么多影片啊 基本上都没有很 黄色的嘛 他就讲我这里 他来收来一个Email 就说我 中了很多 你警告我很多次 警告你很多次中 Sexual 是哦 没有 他有时候没有下Email来的 我真的没有收过了 没有理由我拍秀个 都犯法吧 我那么单纯的一个人 手都没有牵过的人 现在是一点都来哦 我们的所有的人在这边处理这件事情 完全不能进了 看到吗 他写什么 严重违反了 然后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的 他给我的Email是马来文的 什么是马来文的 今天拜 5 那如果我讲下个礼拜才给我就去 很大可能哦 因为我记得YouTube好像是 拜六半天 礼拜没有做工 这样现在拜五吗 还有拜五一天 我只能强言欢笑 还在干嘛 OK 我有收到YouTube回复的Email了 依然坚定的是说 要封我的户口 然后是说我的 影片有色情的内容 当然我也很不服气的 我有回复了他 说YouTube这方面 你完全没有任何 透露和警告我 我哪里有那个色情的方面 然后直接是block我的类似 这样子的回复 然后如果是有的话 你应该会让我知道 然后我要去更改 自己的 一些问题 或者是把影片拿下来 或者是我打马赛克 那些多好 可是 回复了过后 他很快又回复了我信息 然后他这次 一样回复的东西是差不多 可是他加达了多一句 确认 很辣 确认的确认 现在又在 重新在Email给他 有告诉他 如果 你知道是哪一个影片的话 请你告诉我 起码我死 我都要觉得我要有一个 的原因吗 不是这样子白白的受死 是不是 所以我这边继续在等待他的信息啦 看 接下来有什么结果 到底这个频道 阿凯又饿了 能拿得回还是拿不回 要靠YouTube 还是你们有什么方案 现在时间又过了一段时间 我 已经是跟YouTube 对接了4个Email 基本上恢复的东西都是一样 我觉得都是电脑在恢复 现在呢 我真的整个人是很无助也是很无奈 因为这个频道我真的是花了很多心思在上面 完全 放弃了之前的工作 然后全心先去投入在这个YouTube频道 我的心血全部在这里 可以讲是完蛋了 我不懂我现在应该要怎么办 看你这样的东西 你不可能浪费一个钱去找人家帮忙 而且你这个东西是中YouTube自己ban 其实基本上是拿不回了 因为他一直讲他就是不要给你拿回这个频道了 所以现在 我 昨天 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有想一个东西 就是 最坏的打算 就是因为我有一个小的频道 就是你 用那个小的频道 其实我有一个很 最重要的点 就是我根本不知道我哪里犯错 完全没有任何的 提醒我之类的 我完全没有收过 其实讲真的YouTube有时候 我们也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的 其实有很多人反映过了 中黄标啊 中什么事情 中warning 这些东西 很多东西我们拿捏不到 因为他是 全部写英文 是第一点 他的那个整个规则是一直有该改变的 我们也不能去怪他 不是讲我们不能去怪他 我们也没有资格去怪他 我们也没有那个力量去fight他 我是不是想要fight他 就是起码我前面有错误你提醒我 可是现在还是 这边是讲我已经犯了很多次 我看完了我所有的email 我找回了我真的没有错过 没有收过 其实不是因为你发了很多次 而且还有你 头头第一个email来的时候 他有讲有人举报过这个频道 嗯 我也不知道是属于举报 OK 所以我也希望就是网友 如果你不喜欢看你就 你就不要看 或者block掉他就好了 这个是我们一个行业一个工作 就好像你现在打工 或者是你做生意 就是一个行业 不应该去这样举报啦 其实他有讲举报 还有你犯规 这件事情 不是讲你完全犯规这件事情 罢了 就是malatia youtube 比较会 sensitive 会比较敏感一点 所以我们 上片的东西都要很小心 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讲 什么东西都可以拍 以前可以 可是现在不可以 所以现在最坏的打算你肯定是 只有这个方式就是 我那个频道你拿来用 因为 你现在努力这样久了 你不可能讲你不要做就不要做 我是一个很高兴的一个人 然后放弃掉我工作 我是完全零收入 然后来到这边投资 在youtube这边 我努力要这样久 所以我现在 全部很像一无所有 你是当做现在是新的开始 你不可以自暴自弃那种感觉的吗 所以现在最希望的是 你那边频道的人 会回来你这个频道 这个是最重要的东西 你今天拍的这个目的 要给大家知道你发生什么事情 虽然这个频道 我也是有在经营我的个人频道 可是我觉得 现在这个东西是他比较需要 所以我还好 我可以再开多另外一个小频道 来forward我自己的个人的东西 因为我讲过我的频道是 我想要拍什么 就拍什么乱拍 乱放那种感觉 比较深螺化 所以我这个东西是比较不重要 对于你来讲 现在这个situation比较重要 因为实际上他一直在拒绝这个东西 所以我现在跟你讲一次 你最后 最坏的打算就是用这个方式 你不要跟我讲 你不要做啊 你不要做 你要回去那边做 还有什么东西 你很难的啊 你明白吗 很多人你是你的粉丝啊 很多人是看你的改车啊 这些东西 所以你就不要去放弃 什么东西 因为这个又不是你的错 很累啊 是累肯定是累的 这个东西 就好像你突然间被炒 然后那个老板跟你讲 没有跟你讲任何言 他就炒掉你了 马上炒掉你 然后你不可以再进公司 那种感觉 我明白 现在就只能这样 这个频道本来是我的 所以他会改完所有的名字 从零开始 只有粉丝在那边 可能希望你们可以留下来 去看他的东西 因为很多东西 我们还是会合作拍 或者是 他的东西 也是蛮 丰富蛮精彩的 你们可以留下支持一下 这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你就不要讲那么多了 现在就是 继续去想 你未来要做的方向 影片 其实我已经很多片 还好了 真的差一点就没有地方 给我去发挥了 现在有啊 现在就有了嘛 本来要开多一个新人户口 我讲你现在开多一个新户口 更脆 因为现在 讲真的YouTube是一个很难做的 一个平台了 就是 你再重新来过你会更加累 at least 现在有一个户口给你在那边撑着 你的心情也比较好一点 是 就是一年了 我现在得到的东西就是这个 努力了一年的成果 色情 色情 终止哦 不是警告哦 完全没有一个警告的东西在那边 完全没有给我机会 而且他不是直接 upload了 他是 放private 给他们审核先 可是就是 没有办法啦 这个东西是 也不能怪他们 这个是每个国家 每个YouTube对每个国家的一个 规则在那边 所以我们也是要去跟从 因为我们是在使用他的平台 这个东西 有没有人可以帮到我呢 你们如果有办法可以 就会来 靠你们可以留言一下 给我们知道一下 毕竟还是希望是可以拿回自己 来做 真的是万一没有办法的话 这样只能就是 用我个人频道 来做 所以不用讲那么多啊 所以快点 去想一下东西 那来做 没有办法 所以我现在应该怎么去选择呢 继续做 还是放弃跳YouTube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